Risk and Return 风险和回报的关系 这一课主要会说在不同的投资产品之后 究竟风险和回报是怎样 另外第二部分就会说回NPF 强积金的运作 先来说我们对风险和回报有一个基本认识 这句说话先看一看 有两句Statement是各位一定要知道的 第一个Statement是说什么呢 Investor should expect higher risk of investment for higher return 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简单来说就是 高风险的回报呢 我们期望是会有一个高一点的Return 那我想真信同学你对这句说话呢 都不会说 即是说你的风险越高 那你期望的回报就会越高 正常就是用回报的回报 再用一个compensation 再用一个compensation compensate高一点的risk 那就是例如 比如说投资股票那样 那你期望会有一个高一点的Return 那但是这个是我们通常会说的 比如举个例子 你可能恒生指数 历来这么多年来有成立为止 那Average的Return 大概是5%至6%左右 那但是你说如果你去到 比较safe一些的投资回报 比如说是这个savings 那就会低一点了 那同一时间因为Risk都会低一点 所以呢这个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但是有一样要留意就是 是不是Higher 一定Return 是Higher risk的呢 就一定 necessary 就是基本上是 变现了 你可以当是一定 必须带来一个高的风险呢 sorry 高的风险比较高的回报 就不是的 我们说 要知道一样东西 我们说呢 要知道Return 这样呢 其实呢 可以分开两面 一个呢 可以是gain 反过来 也可以有loss的 那所以呢 不一定说高风险呢 同一时间 就一定带来高的gain 可以是loss 就是说 当你赌得越大的时候呢 你回来的回报呢 就会大一点 但是同一时间 有可能输 也会有机会输 所以 变了来说 要知道一定 不一定是necessary 一定是higher return 那我们都会可能有loss的 那这个就是有两个的 呃 关系啦 第一个就是higher return 通常 higher risk expect 就是higher return 但是同一时间就是higher risk 的investment 不一定有higher 一定有higher return 那因为 会有loss的 ok 行不行 那大部分人来说呢 都会是 呃 我们说 先知道 叫risk at first 就是higher return 那 这个字 at first 就是higher return 就是higher return 那我们通常都不太喜欢higher return 的 但是 如何可以 呃 减散风险呢 那于是呢 我们会有 有 一样的动作可以做 叫risk diversification 啊 div er sif 那这个中文叫什么呢 风险分散 那可能同学都有听过的啦 就是说 呃 不要将 所有的鸡蛋 放在同一个栏里啦 那 可以将它 呃 放在不同的栏里 那就可以分散多个风险啦 可以吗 那这个呢 就是说 当你做 去到做投资的时候呢 可能呢 我们不单单 只是 放在saving 也可以放在ribbons 或者放在 stox 里面啦 那可以呢 做到一个风险分散 那当然你放的 投资产品或者 这些东西是没有 很大的correlation 就是没有很大的关联性啦 OK 如果你 放一些东西是很大的关联性的时候 就是它一起升一起跌 那你变成了 它就达不到一个风险分散的效果 可以吗 那这里就是说 风险 和 回报的之间的关系啦 那之后呢 我会介绍一下 一些 常见有什么investment的 呃 工具呢 那些东西可以给大家的选择呢 OK 都不可以在这里下面看一看 好 那主要type of investment 有什么投资的工具呢 那我们在 你根据这个syllabus呢 我们就会介绍 呃 四种 那当然市面上 就不止这四种啦 那但是他们主要就是想 跟你说这四种 那呃 先集中做一个preview先啦 那第一个呢 就是saving 储蓄 那储蓄在这里看到呢 其实就可能 现在都未必大家会看到 这一本叫 红宝仔 就是储蓄 那通常现在呢 都会派一张卡来的 那有一张的存款卡 那就可以 那就可以 展示里面的储蓄 有 多少 这样的saving 啊 第二个叫term deposit 定期存款 定期存款呢 就是说 呃 你将一笔钱呢 在做一个的 呃 定期 就是什么意思呢 例如我举个例子 我有 呃 三万元 那我将它儲入银行 是放在银行呢 就半年的 那你半年里面呢 你就可以拿出来了 那如果你拿了出来了 那如果拿出来的话 呢就会借了那个利息 那那通常呢 那我们都说 定期存款的利息呢 会是 比起saving 税僻高一点的 第三个 Bonds 或者叫Defentures 債券 旁邊給你一個例子 例子可能大家都有聽過就是 iBond 通脹掛口債券 這個債券是由政府出的 所以它的可購性就會高一點 同一時間就是 債券的意思就是 罵名債 等於將一筆錢借給你發行債券的人 那就是Bond issuer 例子可能是政府發行的 等於我們借錢給政府 那政府就會 每一個定期的時候 就會發行債券給你的 那到年期到期 那我們去到maturity date 那它就會給你 還給你那個本金 好了 那再到stocks stocks就是股票 那旁邊可以見到這裡有一個 就是Google的一張股票 那當然有時候你會問 股票是不是真的有一張紙 可以證明你是一個 就是stocksertificate 那很多時候我們買賣股票 都很少會收到這一張的 因為我們通常買賣的時候 可能其實都是主要透過銀行 或者經紀行去買 所以變成了 所以變成了 你就不是真的 你的名字是寫 你去透過銀行去幫你買的 所以變成了 雖然你是買了那隻股票 但是那個名字就不會真的寫 變成了 你會收到這一張股票 但是如果你不是透過銀行 不是透過經紀行買的時候 而是你拿我們叫實股 那這樣的話呢 可能真的會寫這一張紙給你 尤其是當你做新股的買賣的時候 那如果你不是透過銀行去 或者經紀行去買的話 那 那麼 主要我們這裡有四種 Savings Term Deposit Bond Demand and Stock 那還有沒有其他東西呢 你會問 那都可以有其他的 例如 可能有時候 有些人你會聽過 買Funds 那 基金 那基金 那 Mutual Fund 那基金呢 其實就是 你當是 一個 例子就是 比如 你是投資在一個很大的Pool裡面 那 你只是買那個Pool裡面一份 那 就像當買這個蛋糕一樣 你很大的大蛋糕 但是你買不完的 那你就 只買一件 那這一件蛋糕裡面有什麼 成分呢 那 就看看你買哪一款蛋糕 那 譬如說我買這個 黑森林蛋糕 那可能裡面有不同的成分 有朱古力 有粉 那其他 但是我不去買的 原來我是買這個 這個 那 那 所以 有很多不同的基金 OK 那基金的組成呢 其實就是透過 上述 去講 上述 可能 例子 23 234 或者 11 那 有些不同的 去組成的 就像這個蛋糕一樣 你會有不同的 選擇 這邊 另一件事就是 叫做 D-R-I-V-A-T-Icee D-R-I-V-A-T-Icee 根本叫做衍生工具 这两款东西其实在你的文章上 他说是不会考的 但也会和大家介绍一下 衍生工具就是一些比较高风险的投资工具 如果你想识多一些衍生工具 举个例子可能就是 有时可能你会听到一些 option 或者futures 即是期指 期权 有时可能你会听到牛红症等等 这些我们都属于衍生工具 比较属于高风险 如果你想知道运作 你会可以看下运你的老师 或者上大学的时候 你收读一些相关的课程 你都可以知道清楚多一些 但记得我们主要在这里 是红色那四个Tick 才会在你的Service上面考的 在我现在也有些认识到 因为我已经有认识的 那些认识的 那些认识的